我好像喝水 Oh my god it's my laptop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這支影片呢在一個不太一樣的背景 因為這次過年我跟這位先生團聚了 Reunited 雖然說我們兩個大概兩個月之前才見過面 但是對於我們之前Long D大概五六年的 你在幹嘛 但是對我們兩個之前Long D大概五六年的這個經理來說 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了 我們這次只過兩個月就見面了 但是因為今年的情人節 我們應該也是沒有辦法一起過啦 所以我們今天打算等一下出去 就是提前過一下Valentine's Day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跟長輩吃飯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妝也好好的畫 好好的guarantee 那我今天用的所有的Product都是來自Etisais 那我之前就是因為Cat的關係 我已經有自己被燒到 然後我有自己跑去買了他們的底妝產品 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被Kitlin燒到 就是他們家的彩妝 你有沒有聽過Etisais啊 你今天在日本的時候 這個 Etisais Etisais do you know? Oh really? I think so in French 對我要跟大家講 我這次終於終於訂到了 在台北的金普頓酒店 我之前強訂好多次 然後聽了很多這間酒店有多好 但是我都沒有機會來住 然後 然後呢這次終於被我訂到了 你給我停下來 那現在你要去GEM嘛對不對 所以我等一下畫完之後 我再給你評價好不好 你不要亂動我的東西 希望你可以練出六塊腹肌 掰掰 再會 今天晚上因為是一個蠻重要的場合 因為比較跟長輩吃飯嘛 所以我今天想要走的風格 是一個氣質霧月瑰麗妝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就是 啊這是什麼妝呢 我們畫完就知道了 我剛剛已經有上了基本的妝前保養 首先我會先用這個毛穴保濕妝前底霜來做打底 那這個呢是我自己之前就已經有買過一兩次的一個底霜 它的質地大概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乾肌 所以這個是for dry skin的 那因為它本身是帶有一點調色的 所以你上它其實就已經可以調整膚色 然後並且會讓你的底妝帶有一點就是壓光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會讓整個妝看起來就是很自然 但是很有質感 平常我是如果整個膚況還不錯 沒有太多瑕疵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一個比較自然可以呼吸的妝容的話 其實我可能不太會再上什麼很厚重的粉底 今天其實我覺得整個狀態還不錯 然後並且因為我前兩天大過敏 所以我鼻子這邊比較容易脫皮 我就不想再蓋太多的粉底下去 所以我今天應該就補一些遮瑕 然後我的底妝就會是這樣子 我現在很簡單的上一下遮瑕 我今天右眼的眼睛可能看起來很紅 是因為我昨天把隱形眼鏡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拔好它前面有一點不太舒服 底妝最後我會用這個被網上面推爆的這個 美肌護膚蜜粉 簡單上在剛剛有遮起來的地方就好 這個蜜粉也真的是名不虛傳的好用 上完之後你就這樣摸 你整個位置會變得超細緻 喜歡 再來我要先畫眉毛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眉毛是一個妝容 或是一個人看起來有精神的重要關鍵之一 如果有畫的話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好put together喔 那如果沒有畫的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什麼 你知道少了一點冰魂 你知道嗎 眉毛真的很重要各位 那我會用這個雙色斜角眉筆的03號 叫蜜茶棕 那剛好我現在的頭髮是有一點點 就是深棕色嘛 所以我自己試了之後 我還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它的這個頭呢 是一個就是三角形的 所以非常好去描繪你的眉毛的形狀 這一點在畫上去的手感上面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然後我會用這個造型調色眉彩膏的03號 灰桿飛去定妝 眼妝的話我會用這個深邃霜色眼影的11號 它的顏色是這個玫瑰木色 非常有氣質的一盤 我會先用淺色先布滿整個眼窩 然後尤其像我這種內霜眼皮有沒有 我一定要蓋到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我還可以看到有一圈的那個顏色 不然的話人家看你其實跟沒化妝是差不多的 像完之後就算它有一圈你也不用怕 這時候就用這種比較fluffy的blending brush 去把那個周圍給暈開 像你眼皮有顏色之後 通常會以一個三角形的方式上在眼尾這邊 把那個輪廓整個給highlight出來 再從這個基礎上面 其實你還可以變化出 例如說更多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加在眼頭啦 加在眼尾 或是眼尾可能有兩三種深色 可以去增加你那個眼睛的深邃度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化妝的有趣之處了 你真的可以發揮你的創意去玩你的眼妝 那今天因為我們不是要去什麼party嘛 我們就是有一個重要場合 所以我會畫一個稍微簡單一點的 就是用這個雙色的眼影 淺色的部分 上在你的眼窩上 它雖然看起來是霧面 但是它其實裡面有一些自然的珍珠粉墓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點點blingbling的 然後這個顏色已經是調到就是perfecto 再來我會用一個小一點的刷子 沾這個深色然後上在眼尾的地方 現在兩隻眼睛都已經畫好了眼影的部分 眼睛用到目前為止大家有問題嗎 沒有吧 那我們就到下一步 下一步呢就到眼線 那我這邊總共有10個顏色的這個眼線筆 那這也是etusei他們家 就真的非常非常出名 然後我自己使用過後 也真的就是有被覺得 哇喔 就是怎麼會這麼好畫的眼線筆 那它的質地真的非常非常的滑 所以我覺得本身對於手殘 像我這種人來說包容度很高 簡單給你們看它的滑順度好了 有沒有 順到一個美丁美當 那它的全名叫做極右柔滑眼線筆 那我本身會用這個11號的玫瑰目色 它跟剛剛我的眼影是同一個色系 所以讓眼妝看起來會更有一致性 你看你知道這種小小的心機就是藏在細節裡面 像以我的眼型我前面是單眼皮 後面會有一點點霜 所以我自己不會從最裡面開始畫眼線 因為這樣會讓我的眼睛看起來更 我不知道更感覺好像很想睡覺 就沒有那麼精神啦 以我的眼型的話 我通常只會畫眼睛的中到後段的部分 所以我會從後面開始這邊 眼角有沒有看到 我會從這邊簡單這樣 帶一條 帶一條線出來 之後慢慢的把顏色補回去 那如果你本身喜歡那個妝容 稍微比較自然 比較溫柔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用這種眼線筆 多過用液態的眼線筆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看你自己 想要走一個什麼樣子的風格 再來呢有一個小小的Trick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本身天生的睫毛 不是那麼的濃密 就比較稀疏的話 你可以用它在那個Waterline的部分 把它填滿 這樣子你在上完睫毛膏之後 整個眼睛看起來就會覺得 哇濃密啊 這個我自己實測下來還蠻防水的 所以上Waterline 你也不用太擔心 再來呢下一步就是睫毛 那睫毛本身也是我自己 非常重視的一個環節 因為畢竟 你知道 本人的睫毛很稀疏 如果你要我選擇 今天只能畫三個東西 讓你一個人看有精神的話 那一定是眉毛 睫毛跟口紅 我跟你說刷好睫毛 你的人會精神十倍 那至於十倍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自己說的 再來我會用這個 魔術風吟捲翹睫毛底膏 就是做打底 那這個應該不用多說 他就是etusei真的最最最最出名的 產品之一 就是他們的睫毛底膏 他有150%的肌腸纖維跟雙頭設計 包含捲梳跟齒梳 所以他可以更好的分開你的睫毛膏 讓你的睫毛看起來更豐盈更長 然後也可以增加捲翹度 那因為我今天走一個氣質風 所以我要用這個06號的霧月輝 你看我的眼妝怎麼樣 很漂亮 很漂亮 上完一層之後其實睫毛感覺還不錯 但是我們還是要再多上一層的睫毛膏 為什麼呢 因為誰不希望自己的睫毛看起來更好看呢 而且我發現這個combo配合起來 睫毛捲翹的持久度會更好 那對於我這個短睫毛新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是有刷睫毛的 這邊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終於完成了我們的眼睛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簡單上個腮紅跟唇膏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剛拍b-roll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就是這邊長了一個小小的痘痘 因為這兩天會難不住 然後那個房間灰塵比較多 所以你看 皮膚馬上就反應到了 哇 超漂亮 冬天比較乾 所以大概會很乾 大家可以先擦一下這個護唇膏 然後大家可以先擦一下這個護唇膏 好那我現在就完成了我的這個氣質霧月龜立妝 因為步驟其實很簡單 所以也不敢說是一個tutorial 但是就簡單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化妝的時候會注意的一些事情 這次用的也全部都是etuse的產品 那我自己 真的是 就是一路用下來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那個睫毛底膏跟眼線筆 現在從2月6號到17號 只要用我的折扣碼 CYN15 ETS 在HKTV mode上面 除了套裝之外的etuse的產品 可以全部都限折15塊 那他們家的彩妝我覺得是蠻適合 就是上班上學的日常使用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 需要低調小心機的一些特殊場合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很輕鬆的找到 適合你個性啦 或是適合你需要的那個場合的彩妝 那加上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開架品牌 所以其實入手的門檻也不高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趁這個機會去看一下啦 哇 運動回來的朋友 今天運動的如何 很好啊 來 喔 上面有上面有 17肚子 覺得怎麼樣 喔 你的化妝 喔 你兩邊都有畫 剛剛只有畫一遍 平常會比較多顏色 嗯 今天呢 所以是比較 比較Skin color 比較Tone down 但仍然很優雅 你準備好準備好嗎 喔 我們去摘藍莓 欸 不 草莓 欸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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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草莓 我們去摘一個草莓 我幫你 我們今天準備去我們的Date 好的 Let's go 我們今天約會的第一個地方呢 就是三創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來配眼鏡 反正我覺得等一下應該會有一些地方 是你會被吸引過去的 U 齁 그런眼鏡 呃 哦 呃 哦 然後我們獲得了一張呱呱樂 點湯鍋或乾爐可以肉量加倍 非常加倍 Baby Shark Baby Shark 你知道我聽Baby Shark聽了多少遍嗎 你哭什麼 因為小孩很喜歡Baby Shark 我聽了整首歌他說 Baby Shark Papa Shark 我們還要Papa Shark Papa Shark Papa Shark 我們還要Grandma Shark 然後Grandma Shark 我們還要Grandpa Shark 然後再回去 Baby Shark 然後他會重複四遍 我們還要Papa Shark 我這個不適合用的 我今天眼睛還是不太舒服 所以我還是帶回了眼鏡 請他見諒 大概再過兩個小時 這位朋友就要去機場 告訴他們 我們要去買可愛的東西 好 Let's go 好 終於check in 完了 要走了 沒關係 如果我被人下來的話 就留在台灣吧 我愛台灣 你要回來 住一站 你說台灣還愛誰 爸爸媽媽 起距離登記時間也沒有很久 然後怕得要有什麼狀況 所以還是要先進去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快想台北就這樣結束了 拜拜 拜拜